統一7-11時在天母棒球場 與忠信兄弟進行本週三連戰最後一場交手 雙方都派出本土投手單任先發 忠信 王澤軍對上統一十四千 一局上半 忠信率先展開攻勢 王盛維沿著三壘邊線的二壘安打近戰得點圈 周思琦 中外野安打帶有一分打點 幫助球隊首開記錄 不過一局下 統一馬上還以顏色 陳潔線 中間方向安打開路 胡傑瑞 左中外野方向二壘安打 四爺根本不想等一口氣衝回本壘 讓Jerry近轉一分打點 潘武雄陳擁機 又把握王澤軍驚魂未定 選到四壞球寶送 郭富林 朱元晴 陳崇宇 再分別把隊友給送回來 猛失不止追平比數 還乾脆來了個四分大局 讓忠信的王澤軍才投了0.2局 就下台一局攻 統一4比1領先 二三四局 統一持續在計分板上掛分數 其中包括了郭富林本季首轟的兩分炮 忠信 五六兩局雖然追回了三分 但六局下 陳擁機在壘上有隊友的情況下 面對忠信 第四任投手陳虎 毫不客氣把小白球轟出左外野全力打牆外 阿吉時本季第三轟出爐 近仗兩分打點 統一把比數變成了10比4 這也是比賽最後的結果 統一6分差 擊敗了忠信兄弟拿下2連勝 主頭六局 則14分的獅子謙 也收下個人本季第一勝 白群新聞 眾所發達